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快打旋風Street Fighter 那旭哥今天來講一下這個最冷門的最強角色 這些角色非常冷門但是非常強勢 後期也超神的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便觀看這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最新的各種手遊攻略 還有這個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序 獨家最新的 還有這個旭哥手攻略的快打旋風的攻略專區 在這邊你可以找到各種攻略影片 有大概六十幾部影片 有天井神角瘋火雷魔王中士隊的神角 再加上後期最強的角色隱藏神角 各個就是你想要的攻略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無課玩家怎麼樣玩然後怎麼養角色 怎麼樣去連招啊 免費神角推薦然後各種禮包碼禮品碼 都會在這邊有 還有這是斷招啊奧義斷招 然後很多抽轉彈的影片 都非常有趣 大家可以看一看最強的神角這樣 好那各種攻略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怎麼樣抽轉彈啊 怎麼樣拿到這個必中 轉彈 很多攻略 大家可以看吧 那我們進入攻略 Let's go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隻超冷門的最強角色 那這隻呢強到跌破大家眼鏡啦 因為這隻角色呢出的時候 他是跟黑死龍肯一起出的 那大家的目光呢都聚焦在黑死龍肯 那旭哥那時候也有講過嘛 黑死龍肯的招式真的是非常太強勢了 所以是最強神角啦 然後後期也是非常強力的角色 不過黑死龍肯是要課金像啦 那這隻呢算是很冷門 而且這隻其實要養其實也不容易養 因為你第一個要抽到 要一直把他養上 因為他比較後期出的角色 第二個呢是你必須要 把這個格鬥意志養起來 這隻會強是因為他的格鬥意志很強 假如只是單看能力值的話還好 但是他的格鬥意志養起來之後 尤其是要養到30幾之後 他會強到一個 呃...完全就是跌破大家眼鏡的強啊 就是大家完全會想像不到他的強力 原來會這麼強這樣 旭哥也是有點就是 欸嚇了一跳 原來他練到30等之後 強到一個爆炸 好首先我們來講一下他的必殺技能 來必殺技木氣重生是一個強化技能 那這招呢非常強勢 要搭配他的格鬥意志來使用 首先呢他 放這招的時候他會獲得一個毒環的狀態 那你假如格鬥意志有練起來的話 他會變成毒魂 那會強化很多 那毒環呢他會就是被攻擊的時候 對方有機會得到這個中毒的狀態 並且你每一次打擊 重點啊注意一下這個是 每次打擊 這個就強在這邊 每次打擊都會附加一個97%的傷害 持續15秒 那你假如練成毒魂的話 就是你這個格鬥意志有解鎖 他會變毒魂嘛 在加10的時候 毒魂的話呢他就會變成130%的魂系傷害 還會附加這個虛弱 那這個練到滿也是會有這個10%機會 附加虛弱在這樣這個傷害的殲滅 所以這隻角色呢他格鬥意志一定要練 要搭配起來他會這個升級成毒魂 那毒魂會強很多 從97%變成130% 就是強勢非常多 所以這隻角色格鬥意志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他的第二招 法老祕術 法老祕術呢是對一個就是目標範圍 然後打出兩次打擊 然後呢打出這個87.4的魂系傷害 然後毒彈落地的時候會爆炸 造成多個目標的這個傷害值 然後每1秒呢1.5秒會受到這個 51.7的魂系傷害 然後還會附加一層中毒 就是一個... 但這招其實會比較少用 因為你假如他放必殺技的話 他沒辦法接連招一 這是連招一嘛 他接不起來 所以他應該至少會接這個連招二 所以必殺技然後讓那個比如說 電郎或什麼角色去放一招 招式之後就讓他接連招二這樣 這個... 他連招一法老祕術 這招比較不會用到啦 但是他還是算不錯的招式 然後假如處於這個毒環或是毒魂狀態的話呢 這個爆炸生成的毒物有15%機會造成虛弱 邊到滿的話呢 他的毒物會就是... 變成每1.2秒造成傷害這樣 就會多傷害一次 因為他持續6秒嘛 1.2的話就可以打5次 原本1.5只能打4次這樣 然後我們講一下這個第三招 連招二啦 連招二這個法老律法 連招二這個法老律法也是一個範圍技能 那就是他強勢就是他可以跟這個... 他的格鬥意識搭在一起 格鬥意識呢就是... 你練到滿的話呢 他會有這個更強大的這個傷害值 就是會形成毒物這樣 我們等一下最後再來講 然後法老律法呢他是打出5次打擊 然後每一次造成這個... 總共使目標造成攻擊 乘以388.8%的魂系傷害 然後有88機率的造成一層中毒這樣 然後他假如是在這個毒狂或毒魂的狀態的話 對方還有機會被虛弱 然後施展技能還可以得到這個... 呃...命中提升的狀態 然後就是每打擊一次會附加一層中毒 的機會 接下來呢我們來講一下這個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法老的詛咒 法老的詛咒就是... 敵方目標被擊殺的時候 他假如有中毒的狀態的話 再會引發一次爆炸 那爆炸呢會再受到這個... 最多310%的傷害 而且這個是無法格擋 無法閃避還有無法暴擊的 所以這傷害是沒辦法被擋的 滿強勢的這個招式 就是等於是說他的... 呃...被打死之後屍體還在爆炸 得到這個詛咒的狀態 很強力 那爆炸的話 練到滿有機會再附加一層中毒 就是那個範圍裡面 還會再附加中毒 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有機會 就是... 腳還有5成以上的中毒的話呢 會直接... 100%再附加3秒的暈眩 然後他... 腳練到滿的話 他還會造成這個有機率的爆擊 原本是不能爆擊嘛 練到滿就會變成可以爆擊 非常強勢的被動技能組 這個被動技能組 要跟他的這個可以上中毒的狀態 再搭配起來使用 所以他技能都是有環環相扣的 好...那最後我們來講一下 這隻角色 不死法老的 格鬥意志 那格鬥意志是這隻角色最精髓的地方啊 這隻角色 你假如...沒有練格鬥意志 他練滿格鬥意志那個輸出傷害會天差地別啊 會差了非常多 一個在天一個在地啊 有練滿的話是在天 沒有練滿是在地啊 會差非常多 他格鬥意志的技能 法老意志 他假如施展法老秘術的話呢 敵人超過2名 會擊出2個毒彈 法老秘術是這個 他的連招一 接下來呢 他這個加5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 這個... 在支援位有一些效果啦 那你假如是放在主位的話呢 就是...我們就看加10的 加5在支援位就是會這個... 對敵方攻擊者附加重毒狀態 加10的是他把這個毒環狀態升級成毒魂 就是這個他的必殺一的這個毒環變成毒魂 那這個他就把這個傷害值附加提升更高 變成130%魂系傷害 原本是97%嘛 變成137% 130%就是升級很多 然後會附加一個虛弱的狀態 10%的機會 練到這個20級 會解鎖這個中毒狀態 假如高於5成的話 目標會再直接 多打30%的傷害 你就打目標的話會多打30%的傷害 假如對方附加超過5成的話 高於5成 所以這個會非常痛啊 所以練到20已經非常強勢 但他的重點是他的30級 所以假如說要練到30級才會成型啊 他的格鬥意志 30級是在毒魂的狀態下 就是你這個第一招 會施放這個毒魂 毒魂會變成毒魂 就是一定要加10 加30的話這個毒魂的狀態下 每魔舞雅會形成這個毒魂的狀態 每5秒會在自身前形成一個毒魂狀態 持續3秒 然後每0.5秒呢 會使這個毒魂 受到對方受到10%的這個魂系傷害 然後有15%的機會呢 就是在造成一層暈眩 等於是說他這個毒魂狀態呢 可以讓對方一直持續受到這個傷害之後呢 你還會有造成這個 就是 因為他每一秒會打出這個 每次打擊啊 會有這個130%的傷害嘛 他這邊每次打擊會有附帶130%的魂系傷害 再加上這個毒魂的每0.5秒的傷害 所以打出來數字會非常痛 他會一直加成上去 所以他每0.5秒就會攻擊一次攻擊一次這樣 所以他魂系傷害打起來就是 就是 數字會非常漂亮 然後會打到就是大家會嚇一跳的數字 所以這隻角色呢 他的這個格鬥意識要練起來就是 就是最主要是這個加30這個毒魂的狀態 就是毒魂他會產生毒魂 然後毒魂就是他會一直持續扣血 持續扣血這樣 然後這個傷害會非常強勢 而且還附加這個暈眩 所以這隻角色呢 旭哥是覺得 你腳就是很有資源啦 然後這個就是格鬥意識的這個資源也很多 的話呢 那後期一定要練一下這隻角色 這隻是跌破大家眼鏡的這個隱藏神角 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鏡 就是最冷門的最強角 這太冷門了 但是就是格鬥意識練滿之後會非常強勢 不過呢 因為大家的資源通常沒有那麼多啦 所以就慢慢養吧 這隻你要把他練到加30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大家的 尤其是無課玩家 你要把他練到加30非常困難 好 所以這隻可能你有小克啊 或是說有特別在養 比較容易把他養起來 加30 加30真的是一個比較大的門檻 那練到滿的話真的是會非常的強勢 好那今天攻略錄到這邊 記得訂閱旭哥 我卡頻道看旭哥 手遊攻略 快打旋風攻略專區 那頻道有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那記得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見